哈囉 道慈 那今天來跟大家介紹的這款遊戲 不是全新的遊戲喔 是鑽石出了蠻久的一款遊戲 但是哲平關注了很久喔 是最近問大家有什麼遊戲 可以推薦給哲平的時候才想到 哇 對 還有這款遊戲可以玩喔 剛剛試玩一下 喔 果然跟哲平想了一樣喔 就是我自己個人會蠻喜歡的一款遊戲 那這款遊戲的名字叫做Cats喔 主要來說就是要組合你戰車 然後去跟別人打 就是跟別人組合戰車做一個對打 那基本上對打的環節都是全自動的 然後我們就是要必須就是去那個 點選編輯這邊啦 然後去配置一個你覺得就是比較能夠獲勝的一台車車這樣子喔 那我覺得真的很好玩啦 因為你看它裡面的話有非常非常多連件啊 都是你可以自己就是去 就是做一波就是合成的 那每一個那個車體的話都不太一樣這樣子喔 那哲平的話基本上應該還是比較喜歡用那個 比較大的那個車體吧 因為比較大的這個車體的話感覺 可以裝的那個物件比較多 然後我們現在做的是這個 圓滾的這個大的這個圓齒輪 然後我們再放這個小型的這種拉高的輪胎 那感覺就比較不容易被別人翻車這樣子喔 然後再加上這個有沒有 把別人抬起來那個東西這個好像還蠻不錯的喔 因為目前來說好像也只能加這個了 其他的話好像是加不起來啊 還是我們加一個火箭筒 喔加個火箭筒好像可以喔 喔不行不行 它會把那個用掉喔 這邊加 然後這個可以嗎 動力不足 它這邊好像會卡住啦 所以我加了這個的話 我就不能加這個火箭筒 但是如果我要加火箭筒的話 我就是必須 我就是必須把這個拆掉有沒有 我要把那個大的那個拆掉 然後把那個這個換上來 就是我可以用這個把別人挖地板的這個 把它換上來然後 把那個火箭筒 有沒有炸到它底盤這樣子 先拔掉 然後把這個換上來 你就可以那個 炸它底盤了 欸不行嗎 動力不足是什麼意思 我們這邊不是明明就很多 喔 它一個要 它一個要這麼多是不是 好啦算了算了算 那我們就先用一下我們自己的那個 哇它一個要超多 它上面有寫它需要的這個動力啦 好啦那目前來說 哲平基本上我們就先用一下 我就是比較常用的配置 我都是用這個配置 然後旁邊的話超酷 它還有一個研究人員 而且它是可以開技能的喔 它是可以開技能的 所以 蠻酷炫的喔 那它分為兩個模式 一個是冠軍賽跟快速對戰 一個的話基本上就是跟那個就是 排位的那種感覺 就是要打排位玩家 然後你是要打上去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 解鎖到更多的東西 所以 這些的話都是去跟一些就是 玩家他們自己的那個 車車座對打 好不好 就是 跟一些玩家的那個車車座對打 然後 裡面的話一進來的話 這個畫面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點選觀賞 然後你就可以看它 打這個車車這樣子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是直接把它抬起來了 所以我們這個 戰術是不錯的喔 你就是抬車的話 基本上它是可以把就是那個 就是比較進攻你前面的一些 角色的車 直接給那個 翻掉 就是剛剛那個電鋸 如果一直鋸我們的話 我們應該就會直接被弄掉 這樣感覺 但是現在不用擔心 喔 那這個是 擊退器再加上這個 有沒有看到 它只要打前面的對不對 我們只要把它翻掉 它就沒什麼戲唱了 欸白癡 我把他抬起來 我把他抬起來 然後打我自己的腳 喔 但是好險 那這個遊戲 基本上到一段時間之後的話 它的那個牆壁喔 它會消失不見 所以 它的話呢 就是後面會有一個就是大牆 它會直接就是把我們給撵爆這樣子喔 好 目前來說 我們現在是 百戰百勝的喔 完了完了完了 這有點慘 有沒有看到 如果我們沒有用那個 就是抬高器 把它那個就是前面那個抬掉的話 我們就會被它那個電鋸 一直不斷那個弄 所以其實這個抬高器的話算是 哇哇哇哇 完了 欸 這隻 這台車 有沒有看到 因為它的那個體型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 那個我們在抬的時候 也沒辦法對它做什麼事情 然後這邊是兩個護台 這什麼東西鬼 好險我們最後還是 有獲勝了喔 欸 小台車真的優勢還蠻大的 你看看看 它可以這樣一直捲我 但是沒關係 我後來台成功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喔 但是我們有把它打比較後面一點點 所以它用那個牆會直接爆掉 喔 沒事 好險 這遊戲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把你的車弄好之後 你就會覺得 哇 很賞心悅目 完了完了 看這場 這場 好險我們這邊輸出是比較高的 欸 很精彩耶 天吶 這個小車 完了 完了 它那個電鋸有點猛各位 它那個小車的電鋸有點猛喔 我們這樣好像抬不起來喔 欸欸 抬起來了 好險好險 所以基本上你到後面的話 你就會累積到很多的裝備 然後你就可以改造你的車車 然後打上去的話 會有一些更恐怖的一些東西 那打完之後會有廣告啦 我們先跳過一下廣告 好 那這邊看完廣告 我們就可以就是晉級了喔 本來這遊戲目前來說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會慢慢的一直打一直晉級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那個 就是比較厲害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累積到更多的裝備 你們看到這邊 可用的零件裝備會解鎖更高星 比如說四星啊 或者是怎麼樣之類的 然後它可以選這個貼圖 然後到最後的話 好像會有一些就是 更那種的嘛 就是 更超級那種就是 欸 比較 要鋼鐵鋼化那種車子的感覺 唉唷 巨石 加10%到火箭 這好像還不錯欸 哇 刀刃 加25%到球鞋 欸 我們這邊四個裝備好像還蠻爽的欸 有沒有看到這邊的話 都會有一些那個東西 欸 這個黃金街是不是啊 這個四星黃金街 那個好像還蠻不錯的 我們來換一下 它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堆那個車體 可以讓你就是那個 慢慢的去換 然後旁邊好像還有那個 這個喔 就是怎樣 堵住的東西是不是 我們先不要玩這個 我們今天先那個 先好好看一下那個喔 先好好看一下我們剛剛拿到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每日任務 我是覺得真的 還蠻好玩的啦 就是 市澤民會喜歡的那種類型 因為 它改造的東西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加血量 血量加超多的喔 這黃金街的車體欸 夭壽 但這個好像是 是怎麼樣 加100%到摩托車 什麼是摩托車 哇 它沒有摩托車這種東西欸 提升能力的是不是 哇 這個摩托車是什麼意思 這個蠻不錯的 是加10%到火箭 但這個 黃金街 這好像蠻猛的欸 然後這是球鞋 聽不太懂好不好 但這個感覺是不是 滾不到啊 這滾得到嗎 這有點太高了對不對 對啊 這有點太高了吧 這個 感覺要加火箭筒喔 這感覺要加火箭筒 不然根本打不到吧 對不對 根本打不到吧 然後 台車 也沒辦法加這個下面 因為它下面有一些東西是那個 你要那個的 好不好 哇 這滾刀 超猛的欸 哇 好可惜 這個太上面了 所以 不是每一台車都 都很適合裝這種東西就是 然後我們這邊 裝個 大輪跟小輪嗎 欸 這樣可以滾到嗎 這樣咧 我們裝那種超級小輪 好不好 裝那種超級小輪 然後 這樣應該就可以滾到了吧 我覺得 這樣是可以的吧 幫我們測試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去測試一下我們車底 這種高車好像比較 麻煩一點點 但是沒關係 來 我們走起 但加100%到那個是怎麼意思啊 加100%到那個摩托我真的看不懂 來 走起 欸 不是 我自己翻車 完了 撐不住了 哇 我失去我的連勝了 白痴 完了 這車體要改了 所以他遊戲好玩的地方就在於這個地方 就是 你的這個車體的這個部分 就是蠻有趣的 就是必須去做一波更改 不然你的車會直接 直接爆開 看一下喔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哇 欸 我這邊 我這邊彈飛 欸 這個車子 感覺不是很適合滾喔 這有點 有點不太好 我覺得那個地基不太好啊 各位 這你們怎麼看 這個你們要怎麼改 我覺得這個應該不能用滾的 我是想說 滾的那個東西的那個 威力好像蠻高的啦 好可惜喔 哇 這邊 我看還是只能換這個好不好 只能換這個東西了 尷尬了 那我們就 一樣大車輪 因為大車輪這邊的話 比較多那個 比較多血啦 好不好 加40 不然看這樣很可惜耶 他 他沒有什麼其他的那個了 他沒有什麼其他那個比較厲害的東西 好可惜喔 好吧 走吧 再打一次看看 完了 欸 不行啦 這感覺 這感覺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輪子太大了 各位 欸 我這撐久一點點的話感覺可以有機會 好 那我們這邊瘋狂輸欸 各位 我們好像有點慘啊 瘋狂一直輸 我覺得這跟我們的輪子好像有關係 是不是輪子這邊 要換一下啊 這好像有點太大了 換這種小輪 但小輪加的血量就比較少啦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好不好 來 再走起 好啦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可以就是 不行耶 我怎麼覺得好像 欸有有有 不是啊 但沒關係 我們把他滾到旁邊去了 所以他先撞到牆 白癡用這種方法贏 不行耶 我覺得目前來說他的這個 他的這台車真的好像 不是那麼頂好 說真的可能剛剛這個這個這個 加10%到火箭的這個 我可能都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 我們火箭的話這個至少 我們就可以用那個火箭彈了好不好 雖然那台好像加100% 但是我還沒看到摩托啊 所以我不知道 到底那個摩托 能幹嘛 好不好 這個比較可惜一點點 我們可以裝雙發火箭嗎 我可以耶 哇 欸 這可以裝雙發火箭欸 有點猛 然後我們裝這個小車輪嗎 還是大車輪 大車輪好了 喔 這好像有點猛 欸 這台 這台這樣有點帥喔 裝雙發火箭好不好 來 走起 這很帥 這樣小製的應該不錯 喔喔 砰砰 砰砰 欸 不是 不行不行不行 好像怪怪的 不行耶 所以 這種的話我們應該就是要那個 讓他壓低車體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要裝個小輪子給他 應該會比較好 我們不要那個 不要那邊耍87 雙火箭感覺好像還蠻不錯的吧 對不對 再來一次 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喔 喔 有沒有 連發火箭砲 喔 這次感覺有戲喔 各位 好 沒問題 這邊獲勝了 但這遊戲的話我一個缺點就是 廣告太多了 但是他有能夠買廣告買斷的東西啦 就是你不用擔心就是要一直看廣告這樣子 喔 再打一場 看一下 反正他也是 哇 他好像有點猛 但是他也是輪子太大顆 所以輪子感覺不能太大顆耶 雖然輪子大顆的話 你會有一些就是那個 輔佐的東西 但是你輪子大大顆的話好像 不是那麼頂好好不好 再來再來 再打一場 哇 這次可以嗎 不行耶 我覺得這個 前排有這個滾輪的這個系統 好像真的還算蠻不錯的對不對 這個好像真的是比較OK一點點的 哇 夭壽 可是這邊我們可以加2%的那個東西到那個 所以我覺得還算是可以 還是我們可以加這個 可以嗎 哇 這個感覺不太行啦 比較可惜一點點啦 那大家的話會怎麼樣改呢 這個好像是到那個 衝浪板 喔 球鞋啊 雖然我不知道球鞋是什麼 球鞋應該是車體吧 喔 對 這個是球鞋 所以他基本上好像是會有分一些東西的 好不好 那我覺得 我們有一個泰坦的四星 我覺得之後要搭東西才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個有搭東西的話應該會比較厲害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球鞋裝這個的話 會怎麼樣 啊不行耶 因為車體星級太少了 所以你也沒辦法裝這麼大隻的 夭壽 好啊 那尷尬了 那目前來說大家有沒有玩過這個遊戲呢 你們會怎樣去配我們這個車體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 真的還算是蠻有趣的 但是 摩托的話呢應該 喔 這個啦 這個是摩托車 喔 我了解了 就是你裝這個摩托的話 他會那個 他那個血量會比較高這樣子 但是你可能就是必須要再用其他的方法了 不然我覺得這個 這個滾刀應該是滾不到喔 對阿 這個滾刀應該是滾不到了 但是你看那個摩托的話就是我們這個輪子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的擊退器 但是我們現在上面這個部份真的是 比較難弄到阿 這個 大概只能用火箭筒了喔 那大家有沒有玩過這個遊戲呢 你們覺得好不好玩呢 或是你們會推薦哲平用什麼車體 或是用什麼一些裝備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這款遊戲哲平是以下應該 還是會再繼續玩 到時候有碰到一些比較帥氣的車子 或是一些零件的話 哲平會再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的囉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平台見囉 大家掰掰啦